台湾先前遇到打法身后的非洲欧一哥 当局红出6比0之后能否暴冷 阿鲁纳的阵手非常霸道力量十足 强到绝神位后迅速摆开角度 绿细一服的选手是阿鲁纳 非洲欧一哥 世界排名第15位 而阿鲁纳的队手是高层队 来自台湾 出生在04年 很有潜力的星星 阿鲁纳的打法大开为大盒 喜欢技术比较粗糙 他特别能够有强 发球的暴虫 冲透力十足 高球没有能够压住 被高层队强势反攻 拿到了中间 没有能够压住防守 防守为了强行侧身 阿鲁纳的防守 严重撞击为主 拯救速度 侧身位的正手传直线 一旦没有牵制 阿鲁纳的打法质量特别高 这量不高的侧身 很容易造成正手位的空档 看到阿鲁纳已经失位了 高层队还是有些大意 只失去空落顶 没有加上质量 像这样的棒击会球 就特别考验手感能力 小维一挂度 就很容易被对手反攻 这一局的高层队 特别注重两边的调动 让对方的正手 没法站稳发力 阿鲁纳的得分 突围绕着正手 阿鲁纳的揭发球 还是以白短批长为主 并没有具备很强的威胁 打到后面的箱区 一旦阿鲁纳转到正手 他的力量优势就比较明显的 显得很沉 推得后的阿鲁纳特别能长 中间和正手的位置给得太多了 阿鲁纳的正手明显站定了 这一局的高层队 并没有什么纰漏 无论是发接发 还是入蕾上 主要对方的赤身空挡 第3局的高层队 依靠防守的优势 打出了一波6比0 基于侧身的阿鲁纳 反而更容易暴露空挡 这个是他拼当面打法的一个漏洞 正手的大路球强强对抗 固定的线路 拼得就是力量 高层队 11比6 拿下关键的第3局 高层队的防守加了保险 没有打出速度 严密的揭发球入脸控制 看出对方的旋转 调得到斜线大脚 再连续的控制后 拿到对方的追身底线 让对方来不及反应侧身 强行挂了一板高调 看似乎线很高 但没什么旋转 前三把的抢弓 高层队的线路意识非常明显 两边掉断后 从正手突破 发球的衔接 出现了位的15 面对节奏的变化 没有能够调整挂来 一旦防守卫被控制后 局里摆脱的阿鲁纳显得有些着急 摆大了正手 半出台 第一次局的11比7 考虫队手握了三个赛点 戳得很壮 不太好发力 先用一板旋转 前置对方 后面直接发力前冲 连得三分 稳住三个赛点 打到这样的节奏 并不是高层队的特长 在打马这辆上 明显拼不过对方 发球的果断抢弓 高层队拿到第四个局点 最后是高层队3比1 赢下了阿鲁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